灯制饺子虾制面 我们这些俗语啊 都是千百年来老祖宗留下来的经验体悟 甚至一些高人所穿 那我们一定要记下 严重的做参考 因为经得起考验的 还是长久的东西 它是符合天地自然大道的 我们有一些已经深挖起理了 它的根源原理 还有一些呢 尝试去讲出一番道理 还剩下的一些 可能就不太好去一一的理解了 所以很多重要的 那我们只好先记下来 那一些不重要的 细之末节呢 可以忽视 其中的原理 至少要知道 有这么个事 不一定非要知其所以人 因为道在史 你处处就学问 我们知道 最起码 茶余饭后一个谈资 也有得聊嘛 不然你乱聊些什么呢 这些小的东西 我们一旦而过 就是说大的地球 那这一天 太阳直射 北回归线 就是说这个地球是圆的 中间 以上 这一天全都是 白天最长的一天 老百姓话叫天长了 这个老天是公平的 你看这个球 在这一天 在这一段时间 太阳光照射 北面 尤其在北极 都是 有整天 全都是白天 这个北地圈 所以 你说这个时候 天冷地方了 天就开始照顾它 但是是不是就公平呢 那不是完全一样 它就公平 常年照说迟到 自然 这个地方还是上 我两边还是冰川 各个地方都有它 各自的作用 道理 我们说说夏之的 这个三个物后 第一 鹿角蟹 这个时候 一阴生 鹿角蟹 可见鹿角就是阳的 道理就是这么简单 我们曾经讲过 东智是 米角蟹 那也是一种鹿 那那个它就是阴的 这个鹿角呢 这个鹿是阳的 它那个角 也是阳 阳之极 极阳 我们吃过鹿绒 这个 就 自然的 动物 感知到了 这15天内 然后中间5天 治疗开始叫 有人说早就开始叫 现在这个气候的反常 天在人祸 跟人关系也很大 动物有的也不规律 但是 正常的时候就是这样 然后半下生 是一种草 可见也是鹰的 就是这个动物植物啊 都是很敏感的 天地自然的这个 接这个气 而人却越来越糊涂 古人上去好 现在不行 我们修炼人士啊 在这一天 在夏至这一天 再加上中午 平时的中午 你会体悟到 11点到1点 如果有机会午休的话 会有五伯 有的时候光知道晨伯 因为下面是属阴的 这个时候 这个很明显 很重要的特征 自然而 但是现在人没有这个机会了 中午这段时间 都很少有在这儿睡的 上班的更不要说 领讨 都是乱搞事件 然后 没独现在人在夏天的时候 晚睡早起 还勉强服务 其实11点前怎么也该睡 全都违反自然规律 太阳落山就该睡觉 肓 甚至 优优独闹